接下来看到成立将近十年的特征组 明年元旦起要正式走入历史了 因为今天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 未来如果要办理总统院长等等的重大贪毒案件 将会改由高检署以下各级的检察署 戒掉相关机关专业人员来协助侦查 而回顾特征组成立以来 调查了贬家贪毒案 也成为了马王政政工具 这当中充满了转折 随着今年底张吹席登号 不管功与过 都将划下句点 成立近十年的特征组 确定明年元旦走入历史 当初在反贪官期待声浪中风光成立 没想到近十年来每况愈下 如今将洗灯 检察总长违法滥权监听国会 违背权力分立跟侦查不公开的法制原则 那直接向总统报告监听的内容的时候 那原本为了提升检查独立塑造司法信誉的特征组呢 已经不知不觉的成为政治斗争的打手了 2013年泄密监听案就是压垮特征组存在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2007年成立的特征组也曾风光一时 成立这初的首件重大弊案就是查办刚现任的总统 陈水扁家族涉谈案 接下来又陆续侦办高院法官陈荣和集体收贿 新政院秘书长林一世收贿案等 因此国民党立委仍旧反对废除特征组 民进党认为特征组成员也是从各地检署调派支援 反而使得地检署人力吃紧 立院三毒通过特征组今年底废除 未来若要办理重大贪毒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案件 将由高检署以下各级检察署戒掉专业人员协助侦查 近十年来争议功与过 也随着席登号吹起跟着划下据点 欢迎新闻罗宇祥黄云成台北报道